一些recallization的技巧 然後用在地質能力上面 麥克風好像沒聲音 對啊 有聲音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這本書上面它recallization的定義是說 就是任何的更動 只要能降低test error 或generalization的error的話 它都叫做generalization的一些技巧 那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第五章的 第五章其實有一張譜 就是capacity跟這個test error 或是generalization的error的一個關係 那它是呈現這個一個優秀 那如果我們之後用estimator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我們會希望說 在這個bios跟darrance之間去做一些交易 找到一個平衡點 然後讓我們的generalization error是最小的 我們在之前的 在之前的章節裡面 我們是藉由tellend capacity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是用一些recallization的技巧 主要其實是增加bios 然後減少balance 那其實是往這邊的方向 就跟增加capacity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那接著我們介紹一下說 常見的幾種regulation的策略 第一個策略是說 在我們的rending model上給一些constraint 那第二個策略是 我們都會minimize一些objective function 我們多加一些penalty的turn 那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例如說ensemble的master 就是很多model 可能做一些加種 來做一些更好的預測 雖然我們有剛剛那些策略 那就是我們使用每一個策略 它可能背後有些原因 那這裡有列一些 我們基本的一些原因 或是想要達成的目的 像第一個是比較general的一些喜好 就是希望說我們的model不要太複雜 所以就像ocan laser 這些general的prevalence把它加進去 加到我們的trainage之中 那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的話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知道說我們的data 它的prior distribution是如何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prior的knowledge 以扣進去 在我們的training過程 那像之前的MAP 它其實就是把prior變成一個penalty的程度 加在最後邊 那還有時候我們的目的是說 我們本來的問題是under-determined 像說我們要解一個線性方式 那我們可能會用最小平方法 像第二式就把它改成最小平方法 minimize它的square arrow 那可是我們要求解它的時候 它那個inverse不一定會存在 那所以我們可能會加一個regulation的train 那這樣子我們得到的解 就是我們前面的matrix就可以inverse 然後如果是用iterative的方法的話 也能比較stable 不會有不穩定的現象 發生 那就是我們前面的matrix就可以inverse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一些基本term 那我們這邊一個regalized的object function 就是我們先看怎麼加penalty的方式 然後第一個就是regalized的object function 那第二個 那這裡面的c檔是 是我們要解的perraments 那x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input y的話是我們一些想要fit的parti label 那最後一項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個penalty 成一個regalizer 那我們在這裡的話 我們regalized的版本上面會加一個corder號 這本書的寫法 那我們後面的話就會盡量依照這本書equation寫法 讓大家比較好比對 那這裡有一個alpha 那其實是一個hyperparameter 那通常我們是需要利用其他的predation set 來去決定說這個alpha究竟要是多少 那這些比較相關的概念在第五章應該是有介紹過 那如果用在neural network的話 我們現在也想一下說neural network有哪些parameter 它有包含weight跟bios 那我們通常會拿來做 那個lization的 我們通常只對weight來做這個lization 然後對bios 都是把他就是 不會交在那樣子層裡面 那其實這兩 weight跟bios是有點點差別的 像weight的話其實是 不同node的股間創析 需要去training的時候 我們需要比較多data 得到比較genalized的結構 那bios的話比較單純 它其實對一個node 它的一些 它其實還有在一個node上面 那這裡我們再把剛才的一些notation再 再復習一下 那我們剛才一個還沒有regulize的function的話是追 那它的最佳計 我們這裡是 double star 那regulize版本 不好意思 這裡少打了波浪號 regulize版本上面是一個波浪號 那它最好的solution是 我們把它叫omega omega上面的波浪號 那後面會用到一些 二次近視去近視一些方權 那上面會用hat 會用jhat 來做一個二次近視 那首先 我們先講解最常見的那個penalty 那最常見的penalty是none 以none的形式的penalty 那像l2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知道的 Euclidean distance 每一個component平方 加起來開根套 那通常會用 二分之一的 2-none平方 那l1的話 它其實是對每個component 都取決對值加起來 那所以這就是兩種不同的none 一個是l2-none 一個是l1-none 那這個 這本書的這個章節 其實前面講了很多 有2-none跟1-none 那我們也把它詳細講一下 那首先我們要觀察說 這個l2-none l2的regulation 它的行為 那這邊是從三個方式來看 第一個是先看 規則性它的update 是怎麼改變的 第二個是看說 它recognize的solution 跟原本的solution 它在哪邊 第三個是看 2D的一個示意圖 讓大家更了解 那我們再把l2的regulation寫出來 我們再把l2的regulation寫出來 就能不同的這個形式 那做軌跡性的話 就是我們對 就是取編尾分從它的提示 那前面這個l2弄的部分 它就變成一次 那我們 我們有個learning rate 那我們每次update parameter update的公式就在下面 那跟原本的公式差在哪邊 那我們整理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跟原本的就是 差在這 所以讓它這個 parameter算出來的值 變小 那我們再從第二個 角度來看 這個l3的效用 那首先我們 就是做一些簡化 讓大家比較有感覺 就是這本書 就是做一些簡化 那 就是 把它的objective function 用的是二次的objective function 或是你利用 pile展開 把它二次去近視也是可以的 那像說我們把它展開在 那個 omega star這個點 那這個點其實是 原本那個j 它的最小子 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把 這個近視視子 展開之後 就會有 把omega star帶進去 這一次視跟二次視 那一次視其實會變成0 因為omega star是最好的 是最minimized的地方 那所以它那個 一次視能就不見了 那所以大概就是像 像上面這個式子 那我們再加上我們的 regulation的tn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 regulation的式子 我們找出它的解的話 就是解出它這個omega的話 其實就是regulized的 的omega 那我們一樣就是把它做微分 然後可以 那這個式子其實就是剛才 剛才 剛才這裡的微分 然後我們把它設定給你 那接下來 做一些影像 然後我們可以把 regulized的 result 算出來 那這個 這個pation matrix 那其實我們是可以把它 做 diagramize 那我們把它 把它分解成 其實就是 Q lambda Q x force 那其實我們的regulized 那個alpha i 就可以很容易加到 跟原本的這個 它的 eigenvalue 加在一起 那在化解之後 就會發現 它的解 其實是一個rescale的方式 就是 原本我們的 eigenvalue 是蛋蛋 i 那現在是 變成 它會再做一個 這個樣子的rescale 那這其實就是 L2 就是 L2 這個relation的效果 那其實我們可以用 這種2D的圖示 來幫助大家了解 那 它 這裡畫了一些偶然型 它這個圓圓條線 其實是 等到線 就是它值相同的地方 那omega star 是 它原本它就是 最好的 最好的 就是最小值 那 那我們這裡 可以依我們的 圓點 為中心的 這些同心圓 其實就是我們的 regulizer 造成的 那個同心圓 那所以它 交匯點 這裡其實就是 它的平衡點 那我們可以 由這個圖 就是大概 了解說 它其實是把 unregulized 的話 它的 圓點 那 就是 符合剛剛我們這裡 推導出來的式子 就是我們剛剛推導出來的式子 就是我們剛剛推導出來的式子 它是rescale的方式 它如果是在圖上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子留一些感覺 那接著的話 就是 L1 regulization 部分 那 L1 regulization 嗯 它其實就是 配上 體驗 換成一個 L1的 regulizer 那我們一樣 先看它的 軌點 那 這裡的軌點當然是跟 一般的軌點有點不一樣 因為它有些地方 是 尾根會有點問題 那可是 其實如果在實作上面的話 那些 那些 特別點 其實 有時候可以 呼籲 或是 我們可以看到 群正 那 那 嗯 所以 gradient descent的話 其實就是 變成 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樣是 利用它的 gradient 來做 update 那 看這個式子可能 還沒有什麼感覺 那接著我們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用剛才第二個方式來看 它到底那個 regulized solution 在跑到哪裡去 那 這裡 因為 為簡化還是用一個 更簡單的一個 方法 然後 等一下我們看得更清楚 那這裡 所以 它的 它這個 黑旋其實是只有 改奧布納的證明 所以 剛剛我們原本是一個 H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 只有它改奧布納的證明 然後 跟 Omega 就是 做一個 幹層 這樣子 不曉得到這裡 那 那 那 這個其實一樣是 那個 二次的去進視 然後 我們 一樣在 unregulized 那個變化展開來 那 其實我們可以對這個去 求 regulized 最好的點 就是 取微分能力 那 這個其實已經選出了 它的答案 那 如果 這個答案 不是很好的的話 其實可以先 假設 Omega 大 Omega 小於0 的方式去 做為 然後等於0的位置 去 去解除它 你就會發現 它的 Omega 它的 Omega 就是 Hii 層次 R 或者是 直接把它 推到0 那 這個推到0 到底 有什麼好處 就是 前面看看你看 這邊 不管怎樣rescale 如果原本 符為0 rescale完 還是符為0 它這裡不一樣 它這裡是做一個 shift 然後 如果 shift 的時候 然後 比0 還小的話 它就可以推到0 所以 其實 這裡就是 品牌一個 spars的性質 會讓解出來 一些 Omega 會比較多0的成分 那我們 就是稍微比較一下 這兩個 版本 那第一個就是 rescale 那我們可以看 它那種2D的 圖示 大概是 像這樣 它 剛剛這個shift 或者是 點的這個 L1的 regulation 的話 它 中間這個 L1 造成效果 就不是 同情緣 它是一個 菱形的 所以 其實 它是很容易 推到一些 端點 那這個就是 如果用圖示 打換 就是想像把那個 同情緣 換成是 菱形的 這個就是 L1 regulation 消耗 那 在L1 跟L2 的比較的話 那我們 之前有看過 那個 NAP 的 framework 那其實 L2的 regulation 可以看作是 NAP的 framework Gaussian prior 那L1的話 它其實是 Laplace prior 那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 取 最 posterior 取得 所以 其實在那個 exponential裡面 是 這種 絕對值的 L1的 它其實就是 Laplace laplace 的 distribution 那這裡 就是把 laplace distribution 寫在下面 那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 它就是一個 L1的 recognizer 那 那 我後面把 那 把 跟L1相關的 spars 把它搬到裡面 就是 稍微看一下 我們剛才這樣 我們剛才這樣 經過這樣比較 我們知道 L1 會 產生比較 spars的節奏 那 在 這本書的 後面 比較 7.10 後面 章子 也有談論到說 這個spars 對我們在 training的時候 是有點效用 那 它這邊 其實就是 在把 這個spars 分成 spars 的 parameter 或是 spars 的 那 像 我們剛才 對 weight 來做 L1 的 其實就是 spars的parameter 就是我們希望 那parameter 是 0 比較多 比較好 就像 它上面 指的這個例子 那它第一個 式子的話 它的 y 是 topic x 是 input 那a其實是 我們要 要 全0 所以其實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 讓a 裡面的0 越來越多 的話 那這種 方式就是 比較偏向spars的parameter 那其實 還有另一種方式 它另一種方式是說 它 如下面 你看 就是下面它是它的parameter 然後 b 是它一個 如果是在spars reportation 它可能是叫一個diction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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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嗯 就是有些人 就是把它叫做diction 那h 就是它的reportation 那其實在 另外一個內容和training裡面 有時候 不一定只是要 training一個 input 跟output 直接的關係 那也許 我們是要training一個 y的另外一種 比較好的表現方法 那下面這種就是 y的一個spars的reportation 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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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前面我們提到的都是 penalty的部分 那 我們剛剛還有講說 還有 control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好 就是 它也把 那種 penalty 其實也可以看作一個 control的方式 所以我們就 在control這個部分 一起 講 掉 這樣子 那 其實我們剛剛 原本這個 弄的pare penalty 加在後面 要怎麼樣 把它看成 contraint admigration 我們可以 想一下說 之前那個 lubrange的方式 它其實是把control train 然後利用一些 train 然後 把它加起來 就變成一個 train 然後 把它加起來 就變成一個 train train 去找這個 去找這個 最小值的話 那 其實 它就會強迫 後面 會滿足 contraint 因為如果不滿足control的話 它後面就會倒掉 因為alpha是會一直長大的 好 那 所以 其實我們之前 就是 contraint 的時候 可以改成這個 journalized the grunge function 那我們 原本的 單純的pare penalty 那其實 也可以對應到說 它其實是不是 就是一個 contraint 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 contraint 就是一個 像有點長到 只是 那個是對theta 那 既然 我們 要求的 求出的解是 theta star 那 其實我們在求取theta star的時候 可以找到一個 一個 一個 對應的 alpha star 然後 讓它 產生的 這個 新的 adjective function 會跟 我們這個 nagrantive function 得到的結構是一樣的 跟我們這個 contraint admission 結構是一樣的 那 所以 其實 兩個是有 互通性的 那我們 什麼時候 這裡好像也引談了一些說 我們什麼時候要用 contraint 例如說 我們很明確知道說 我覺得 z 到那種 要小於k 或是要等k 的時候 我們 就是 可以 用contraint的方式 因為如果不是用contraint的方式的話 我們要用 這種 penalty的方式 就變成說 我們要去找一個 alpha star 那找那個alpha star 就是 需要花 時間 然後還要準備其他的beta 去把這個 方式找出來 所以有時候 其實用contraint 如果你明確知道說 欸 他這個 這個值的none 還是什麼 要小於 某個範圍 那我們可以直接 緩訊 那 直接緩訊的話 的好處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那麼下面 你可以 可以 再看一下 那這裡就是剛剛講到說 其實這個alpha star 是很不容易找的 如果是真的要利用 這種 這個penalty的方式去找的話 其實不好找 那 另一個方式是說 另一個使用contraint的好處 是像說我們本來 adjective function 它其實是很好的adjective function 可能是一個conface 像這裡這種 桌圓形的 等高位線 可能都是那種 二次式的 還是什麼的 那種conface的 對 就是conface 那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contraint 例如說 我左邊那個 圓的 就是包含裡面 它就很明顯說 它也是個conface 那conface 對這個 方式相加的話 那我們當然 optimize沒有問題 那如果我們的contraint 那 至少這樣說 我們 如果要求它的 弄得於某個地方 某個字 那它可能就是一圈 那自然就不是conface 那這樣子 其實在optimize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那還不如說 我們一開始 就是對原本的 adjective function 去做optimize 然後之後 再project到那個 contraint上 那比較容易的就是 如果是 弄得於多少 我們可以做一個 scaling 的方式 讓它去 fit那個contraint 我巧得到這邊 各位 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說 那我不是 最近的不是很清楚說 嗯 如果我們什麼時候需要用這個 主人的這個情境 然後就是說 那像我剛剛有這個 想說我修飾定了這個 K的這個 這個詞之後 然後 那我們要怎麼去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做一個這樣 就是說我要怎麼用在我的 程式裡面 這個 contraint 的方法 喔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什麼時候要用 contraint 對對對 就是剛剛你有講 可是我不是很 有點模糊 那其實這也很麻煩 就是說 其實這一章都是講一些概念 然後 要什麼時候用 好像是一個 需要實際的例子 那不然我講一個實際 我之前有做過的 像說我們在 deblur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在 嗯 就是我相機晃動 有時候 影像會產生 deblur的影像 那其實我們是 嗯 假設說 我們相機的移動 在空間上有一個 category 對 然後可是這些紙 總和 要等於1 因為它就是時間上 我有時候 這個時間點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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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加起來 它就是整 我整段互放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 很好的 那時候 在deblur的時候 它也是用 l1的 就是 看要l1的 regalize 或是直接把它 concern到 就是先 atynize y 再 concern到它們 總和為1 那其實是比較簡單 那這種方式外 就是說 我算完了 它們加起來是5 那我就除以5分之1 所以我就 就除以5 就乘以5分之1 那加起來就是1 那這也是我的 一個想到的例子 不曉得各位 有沒有遇到這種例子 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這張 這個如果你有對 SBM有研究 它其實是用到 這都從那個 線性規劃跟非線性規劃 裡面的 頻率轉過來 對 對 我知道 但是就是說 目前如果說 我們要直接使用的話 就是我們 我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 mysession的那些套件 就是直接用那些套件 你用嗎 還是說 像這邊的 就是 你不是突函數的話 你用 penalty的方式 它會轉不出來 因為它只會在那個點附近去找 所以這個時候 你用 penalty的方式 你找出來 就不會找到解 所以這時候會用 control的方法 就是它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它可能是在 在一個 local的 命名上面 那你用 penalty 因為它只會在附近 做微調 所以它會轉不出來 所以這時候 用那個 non-minion programming的方法 你如果知道有一些 constraint 條件的話 你就可以用非線性規劃的方式 來找到方法式 就是我知道的 嗯 記得就是 對 那所以 還有 哪位 你前面講那個 prior 跟posterior 那個NMP 可以再稍微講 一下 多講一下 在那個 再 再往前 你不是有講到MAP的那一面嗎 對 對 對 就是你可以再就是說 你說用一個pire knowledge來 用這個pire knowledge來當作它的一個regulation的時候 這個可以稍微再講一下 好 那我們知道這pire的話 是不是可以再講一下 它是長成像這樣子 那後面是 我們的 input 它這個也是 parameter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求的 我們想要解出來的 那posterior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拆緊 就是 把like root 乘上 乘上 乘上prior 然後 然後 再 除掉它的這個 evidence 那這裡就是一些機率的等式 這沒問題 對 那我們 因為我們前面為了要 之前就是 為了要計算方便 所以我們會對它取log 那我們對它 我們本來的 嗯 我們就對它取log 所以本來的相成 就變 相加 相接 對 下面它也像 其實跟我們要求的東西 沒有什麼關係 那之前 如果我們沒有這pire的資訊的話 我們就只用like root 我們就是用like root 做explanation 或者是你覺得 它這個參數 嗯 就是它是一個值 你要去估計它 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discution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用noe 那如果我們現在多知道這個pire 例如說很接近 這些係數可能很接近你 或是它是一個高旋的分布 我們平常都是用高旋的分布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to known的這個regline 那所以就是 如果有這個pire的話 那在m2t的架構下 取完log 看pire就是架到最後一下 那不曉得各位 那剛剛我們是談到contrain 那不曉得各位還有contrain的實力 就是真的會用到contrain的時候 就是 就是 我就想說 這本書好像 但是至少在這章節的話 它是比較基本的概念 就是 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 有時候可能沒辦法一開始 就想到 它 對應用在哪邊 那我 我補說一下 那個l1 跟sparsity 這本書 它變成公式 其實 比較 難以去想像說 可能sparsity 對 我為了這本書貼了一個 我把它導出來 用 就是三個情況 它會等於0跟大小的狀況 這樣子會比較直觀 對 那就是跟前面那也是有點類似 那就是 歡迎大家再參與 那就是 歡迎大家再參與 看到嗎 等一下可以炒黑板也可以 那 我是還有想到一些 用contrain的時候 例如說 之前 有在做一些 多相機的人的追手 那可是 我們可能會有個假設說 同時這個場所裡面 就是像我們這邊 同時可能就只有 三四個人以下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明確的假設 我們那時候是從多相機 看出哪邊有人 然後去組出它的3D的空間 或是2D的地板上 哪邊有人 就是有哪幾個點 那我們現在這簡單的 contrain就是說 這裡有 只個pick 你一定想有30 那這也是我以前遇到的 用contrain 講好的一些例子 那如果還要再想其他例子 你意思不太容易 那也歡迎大家分享 這樣子 那好處的話 就是剛才講到 就是 你要調那個alpha 很不容易 我們都不改成penalty 就是其實我們做一些 做一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調那個alpha 調那個alpha不容易 如果有contrain的知識 當然直接用contrain的知識 那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ultimize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 真的就是比較ultimize 就像這種none的 它的none要為多少 或是小於多少 就直接用scale 直接做完用scale 對 剛才好像有一個問題是說 要用什麼套件 去做這件事情 只是 這 就是 不一定是套件 就是說 我們 我們在做這個程式始作的時候 雖然說我們看到公司 但是它到整個始作出來 還是有一個gator 這個中間我們該怎麼去克服這些事情 你問的問題還蠻大的 對 這個 就是 我過往的經驗 都是會先用 比較簡單的formulation 像剛才的 那個 y等於ax 這種 linion equation 那 我們自然會把它改成d square的方式 那要解 就其實好 我解 那就用各種解法 那 我這裡還是再舉個意思 就是如果我要這種d square 加上contain的話 那 我看說 我會用 這種 剛才那種sudo inverse的方式 去把它解出來 或是 Iterative 用cgs 啊 那 那 去解 每一個步驟解完之後 就apply 那個concring 又說 我要上點1 我要弄點3 還是什麼 我就apply那個concring 然後 所以 你說 有時候是只要跟始作 那 我這裡反過來 我是說 先把問題封來 成你比較熟悉的形式 像說d square 這是最簡單的形式 不曉得還有哪位要分享 那就 接著就繼續講 一些 其他方面的 他這裡 應該就是比較概念性的 當然我們想要說 我們 這個model要generalize更好 那我們就用更多的data 那我們可以apply一些很簡單的transform 就是不會影響到這個level 像說很低 我們可以做一些scale 做一些旋轉 加一些noise 這些都可以 然後 增加我們data 去做圈 那這個就會 嗯 一部分上就會讓我們 caneralize的比較好 那但是 這種做法 也要特別小心說 我們有些事情 可能是不一定可以做 像d跟b 我們就不能做mirror mirror的話 如果在我們的問題裡面 日本它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我們做mirror 那就 就錯了 就導致錯了 那些功 那剛才的 嗯 就是增加data的方式 我們可能是用比較知道的一些 像說 那些變形 緊張的變形 那不會影響到它可以stable 那 其實你也可以想說 想說它是加一些noise進去 當然 我們在input加noise 就是 跟剛才這種增加data的方式很像 那剛才這種增加方式 增加data的方式 你可能想說是 我們在input加一些noise進去 那除了input之外 其實下面都沒有 很多東西都是可以加noise進去 像label 我們可以加noise 像我們本來的label 我們問題如果是binary問題 我們label可能是0或1 那這種label 其實對我們 嗯 一些classified 可能是 這麼好 而且又 假如我們的 那個data 有錯的時候 那 就是我們label裡有錯的時候 其實會 就是讓它 fit比較多 那這裡其實有一個方式 就是 在label上做示範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有一個很小的比例 叫它是其他種label 嗯 就像說有k格 k種 k類 那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就是 例如說 0到9 這個東西就是9 那我們給它的label 就是 我們給它就是 1-x 其他的 他們的機率值都只給k-1-x 就是不要給它說 欸 這機率只是0 那個機率只是0 那這個對我們的 generalize 會有幫助 然後 對我們這些 如果我們data 有一些些錯誤的話 也是會有一些效果 就是 其實我們label裡 有加進一些 這個nose 進去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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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在 weight上面加nose 那weight加nose的話 這個nose 會比較 嗯 其實推倒之後 會比較像那個 剛才那個l2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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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現在就是 大家覺得最強力 最有效的 就是在heathen emote上面做 那 就是像jokla 我們有時候選 這個nose 有時候不選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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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slide 其實是有點簡單 那 因為 這個部分 是有一些標準 就是 其實有蠻多部分 我一直想把它整理 就是 歸類 就是 某幾個方法 那 好像不是很好 歸類 首先呢 我們先來大概看一下這個 multitext 那 其實 我們可能有很多個 嗯 嗯 任務的task 是要 是要 進行的 那 我們可以 利用 就是 就是 我們可以用 用一些bron share的方式 如果這個圖 就是你這個圖 就可以很明顯看到說 如果這些task 其實都有關係的話 那我們 在比較前的那些層 我們抽取feature的部分 就是用 share share feature 然後到最後 每一個不同做 各自不同的時候 再去 用不同的unit 去feed它 各自而同的task 那 那 這樣子 當然就是 增加一些 嗯 generation 嗯 這部分 有 有朋友要 分享一些實力 因為 像對面可能就比較 用實力 我 我 講一下 我知道了 像 multitext learning 它是介於 task 跟 transfer learning 大陸是要 專做 千里 學習 那transfer learning 基本上就是 你已經train out 一個model了 然後有一個 並不是完全一樣的model 但是你的data 量可能不夠 所以你拿 原本train out model 的參數套進來 那multitext learning 有點介於 有點像 transfer learning 一樣的味道 但是它是 在同一個model裡面 然後它 它有不同的task 它這邊有y1 y2 然後再來有第三個 這邊有寫外 那可能有好幾個 那這些task 可能彼此 有一些share的東西 譬如說 做 原本是做狗的辨識 那你現在是 另外一個是要做貓的 但是你貓的資料不夠 但是狗的辨識 的parept 可能跟貓的 辨認貓的 有很多是share 尤其是最基本的 就是網路的前面幾層的特徵 譬如說判斷它的h 然後它的context 這些線條 曲線 那這些基本上 這兩倍是很接近 所以這些參數 基本上比較容易共用 但是後面的網路 就比較厚層的一根類 它基本上已經是取這個物體的特徵了 就是抽象特徵 比如說狗的已經是狗的特徵了 狗的特徵是不會跟貓的特徵一樣 所以比較高層的網路 就不會share 這是Marty Tess的雲娜的特性 那如果整個拆開就剛剛講 它就叫整個人 從哪一個model 來套在另外一個model 然後在這新的model 再做finding這樣子 那這也會大概講一些 像說人臉就會有很多這種不同的hp 那其實它們之間還是有一些關係的 所以其實之前用的feature 是可以共用那些feature 然後後面再做 看它是要偵測角度還是偵測光月 就是也是一個multi-task 那如果當然它們之間真的這些task 都沒有什麼關係的話 那可能這個效用當然是沒有錯 那剛才的multi-task learning 有一點這種dramat sharing的感覺 那這裡就是 再把第一個章節 也一起在這邊講 那一個就是parameter timing 就是我們給一個soft constraint 如果我們覺得這個parameter 跟另外一個parameter 要很像的話 就我們可以給它一個簡單的控制 就是像在這裡它就直接給l2 那如果前面剛才那些 就是其實解法的跟前面的很類似 那另外一個就是 直接是hard constraint 就像剛才用 像用相同的一些 比較lowable feature 這種就是比較hard constraint 那最 最直接大家都知道這個hard constraint 例子的實驗能 因為它就是大家用的 在不同位置上用的 在不同位置上用的 所以這是很強的 這個parameter sharing 的就是我覺得 可以去做這個 可以去做這個 就是使用這個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這個這個 我剛剛理解的是說 這個share決定 他是偵測那些比較genal的那些 一些character之類的特徵之類的東西 那就是說 我還是不是很清楚說 就是說這一章節主要是在解決那個overfitting這件事情 那到底multi-task跟overfitting這件事情 我們要怎麼去做聯繫這樣子 我可以簡單做一個 就是像說剛剛提到feechain 那其實之前 就是像大家chain一些network 都是用很大量的database 那我現在feechain我自己的一些detector 或是一些conspirer 我沒有那麼大量的資料 我可以拿人家feechain的parameter拿過來用 那所以 就是不會因為我只有那麼少的資料 而造成overfitting 那其實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一個緩和overfitting的效率 對 所以 你現在在feechain的資料量太少了 對 所以他不夠generalize 對 所以拿另外一個model 也不類似 或是大家share 對 因為其實我們feechain的話 通常人家做那個work 跟我們不一樣 只是 这样的注册